树棒教具 我们让幼儿深刻地感受到 各树民所对应的量是多少 也马上见到量在形成时的连续性 进行时最好选择在地台上示范 排列树棒时 必须注意都以红色开始 并且每一根树棒都要从一数起 教学的方式应遵循三阶段教学法 使幼儿充分体认树民的意义 依序将树棒以长短排列后 再开始进行操作示范 示范时老师应以清晰明确的手势 指引孩子如何触摸量 以及注重口语的配合 如一、二、这是二 在触摸过程中 让幼儿感觉到量 以及量在累积形成不同量时的感觉 而基本示范时也应遵循三阶段教学法 让孩子充分体认树民与树量的结合 经由反复的练习 相信幼儿很快地便能借由树棒的引导 初步认识一到十的数量 树民以及连续量的概念了 在树棒之后 我们可以延伸出数字卡 一到十与树棒做配合 студ Men转发点赚 通级变成大 做 有